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样的能力 是吧 都崩别的 连口罩问题都是问题 70亿人都有口罩 你就做不到 是吧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全球性领导 在权力和实力的基础上 大家看这个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你要有实力 你有能够做的事情别人做不到 然后你帮助别人做事 这是实力 是吧 比如说美国搞的一些军事同盟 都是说我为你安全保障 他有这个实力 是吧 别的国家就没这个实力 是吧 第二是意愿 就是你还得愿意帮助别的国家 比你弱的国家 是吧 比如美国 美国就不再愿意给自己的盟友 无偿提供军事安全保障 说我给你提供保障行 你得交钱 是吧 像他跟他盟友关系变成了一个 这个什么 这个标局的关系 你花钱买我我给你保镖 那这样呢 就变成了美国提给世界提供领导的意愿没有 一样 是吧 任何一个国家 有实力没意愿 还是不可能成为领导 第三者 有实力有意愿 别人愿意接受你的领导 人家不愿意接受你的领导 你还领导不了 所以从这次防疫的角度来讲 我们就看到了没有国家 没有国际组织有这样的实力来为全世界防疫提供保障 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去接受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国际组织领导来进行防疫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次防疫出现了 没有领导